欢迎起于锁定时点不一样 我是秦林谦 绿营猛打台中市府新设的阵营站 紧邻着严家的土地 根本是为了严家设置 没有利益回避 对此言宽恒也做出回应 捷运阵营站争议成了选战倒数话题 前市长林家龙炮轰 严家土地就在捷运站出口 没有涉及利益回避 场站设在公职人员自己拥有的土地 这个绝对有涉及到违反利益回避 严家龙当市长的四年任内 对于海线的重大建设 是完全没有帮忙的 那你现在还好意思 把你自己没有做的建设 来指控别人 严宽恒也回响 严家龙当市长任内 完全没关心过海线建设 地方不分蓝绿 积极争取新设了正英站 他现在还好意思拿来攻击别人 市政府能够提出 后来为什么要撤掉平顶站 为什么重新改成正英站 在这些设站的规划里面 到底是基于专家的评估 还是基于地方土地的利益 正英站的设立 还有平顶站的设立 都是大力的支持 请林嘉隆前市长 你既然做过市长 就不要阻碍台中市的发展 只是绿营狂打正英站捷运 不是开到你家 而是开到严家 副议长严历明也号召 11位当地里长反呛林嘉隆 你质疑正英站的设立之前 请问一下 你有征询过同党的扬点钟议员 王立润议员吗 还是你在打脸他们两位议员 请你搞清楚状况 严历明罕见在补选中挺身而出 强调当时两站都有争取 目前规划是由市府和专家 学者审查评估完成规划送交通部审查 只是补选倒数选站打成了捷运站 前市长副议长也为了正英站 双方正式开站 评议新闻 陈鸿易许丽反乘其军张子民 台中采访报道 另外林晋云阵营也猛攻 严家土地上的三角黄昏市场违建 对此严宽恒也强调 他们只是出租土地 中二立委补选民进党阵营 强打严宽恒家族的供保地跟豪宅违建 甚至在追杀戮山脚黄昏市场 结果后才被踢爆说他是起造人 起造人你自己违建 你自己违规 你造成摊伤的不便 是你要赶快去跟摊伤成亲 你要赶快帮摊伤解决这些问题 不是吗 对手严宽恒则顺势将战场拉到 被点名的市场来 一块地就是一块空地出租 执政党为了要打击严宽恒 要打倒严宽恒 所以不惜把我们这个市集里面 所有底层基层的这些摊伤们 都把他牵扯进来 似乎想借力使力 希望能争取市井小民认同 毕竟对比之下 接下来几天 林静怡阵营有的是中央三大巨头的助选 政府总统跟行政院长 是不是也都会到场 这个礼拜六 对 然后这个礼拜五 晚上赖清泽副总统也会来 上周日总统才搭空军一号 南下到沙路帮林静怡造势 选前一天 周六政府总统跟苏贞昌 还会再次上台助选 这三个不是同台 应该是抽开时间 最后几天不止国家级的 辅选人物南下 绿正营还是紧扣 严家土地财产议题猛攻 投票前三天 中二选去五个区公所跟警察 也各自护送 总共29万多张的选票回到公所 投票倒数 一切准备就绪 TVBS新闻 陈宏毅 陈其军 张子敏 红彩轮 SNG小组 台中采访报道 台湾疫情紧绷 不过周日马上就有两场选举 民进党普选力道还是很强 像是总统蔡英文 在下午就到了万华 来力挺临场座 总统来万华拜庙 一下车 乡亲超海 手机还出现 阿公阿嬷强拍 总统当然不止来参拜 旁边的临场座才是重点 但除了力挺临场座 总统致辞有好大篇幅都在讲这个 该有的提醒不能没有 毕竟这几天淘机爆发疫情 只是蔡总统的辅选也没因此停下来 8号选前之夜 临场座林静怡的造势通通都会到 就被蓝营狂轰 我们呼吁民进党千万不要只问选情 不问疫情 要赶快回到防疫的正途 我们看到每一次疫情爆发 都是因为桃园市长郑文灿的代呼职守 让桃园市民跟全台湾的民众陷入险境 特别点出桃园市长郑文灿 因为蓝营还原 桃机确诊清洁源 就是在1月2号开始出现症状 但当天郑文灿人在这 她说她是在地的平凡人 平凡人能够做得到吗 邦林静怡站台外 郑文灿还去了高雄参加陈水扁的餐会 似乎担心疫情会成为助攻武器 林长佐这样反击 这些罢免的事情毕竟是被动 我们是被动因应的嘛 既然有人一连串来操作的话 我们还是得因应 选举是被动 但服选是主动 TVB的新闻 余无奇章 敏如谈言的SNG小组 台北报道 新闻焦点就来关注桃机群聚 累计8人确诊了 而新增的3人也都是夜班清洁员 但是他们不是搭同班交通车 反而是职场上有先前案例的互有重叠 分别是一起教育训练跟打扫同个区域 另外有一位工作区没有固定 所以陈时中也坦言 现在找感染源的情况是更加复杂了 这三绿的本土病例是韩 就应该是昨天晚上也有公布 淘机累积8人染疫 新增的按17307 CT值高33 而且在12月28号就有症状 而按17308和按17309 CT值分别为23.4和19.5 都有喉咙痒的状况 三人都是夜班的清洁员 大家也会怀疑是CT值最高的 是不是相对 是不是发病最早 不过这还是需要 是不是一个比较早的案例 那从他的一个 就是有症状的日子 他也是最早 那些都会列入我们未来在调查的一个情况 谁是感染源打个大问号 不过回头和其他清洁员比对 发现并没有搭同班交通车 反而是职场上有交叠 按17238平时在行李转盘处的厕所打扫 跟按17307曾被分配到同个洗手间清洁 而办公区厕所清洁工 按17239跟按17308 两人曾约45分钟相处 一起受过教育训练 至于按17309工作场域没有固定 属于流动性的支援 交通车的一个群区 作为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关切的点 不过进来再多了这几位 然后相关的职场跟交通车的 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接触 所以在目前这情况又更复杂了 八人群聚案要找出关联性 谁传给谁更加扑朔迷离 反观先做的是扩大匡列 毕竟八人当中 按17230 按17238 以及按17239 还有按17240防疫计程车司机 这四人确定感染大魔王 传播力强的变异株 得快横准匡列 精准疫调不让疫情在社区蔓延 推本新闻李国伟 余姓和周永远SNG小组 台北报道 四名确诊的清洁员最新足迹也出炉了 包含像是先前就曾经到过大润发 以及中针市场也再次上榜 还有人是去吃了羊肉炉 以及公园等等的场所 现在都重新清销 但是也有让民众比较紧张的 就是另外确诊的其中一人 按17307 他是住在新北 因此足迹也遍不应格 清洁人员从把手到大门玻璃处 来回喷洒消毒水 四名确诊清洁员最新足迹曝光 大润发又上榜 也曾在12月31号到过中针市场 1月3号早上9点多 桃园区好朋友百货商场 短暂停留 一定会紧张 但是房屋出的时机都还好 民众放宽心 但也有足迹的巴德区 羊霸天羊肉炉店 店家可救 有些无奈 春节前疫情大爆发 大家都不乐见 只能加强清洁消毒 而在12月31号到1月1号晚上 清洁员也曾到过中立区 金化旅馆 人员透露清洁员 只有来休息三小时 可能是吃完羊肉炉后来行酒 除了卖场和商场之外 确诊的清洁员也曾到过 中立区的原生公园这边 父亲居民就透露 假日的时候会有家长带孩子前来 认为应该要全部大倾销 元旦也曾到过成功公园 以及12号远传关英门市 另外血诊案例中 有一人曾在行李转盘区 厕所打扫的案17307 家住新北 因此足迹遍不应割 小气臭伤临时关门 不营业来菜门的客人 全铺了空 在附近摆摊摊商透露 机场接驳车就在附近 因此人员都会来买 那个淘机的车子都是在这条路跑 他们在那边有一个点 就在底下那边有点 他们都在那边等 你有住附近的人 他就要往这边 他就会来这边消费 还有杂粮行也是足迹之一 老板和附近邻居平常新看待 也松口气 还好平时有做好防疫 轻销车在阴阁四处喷洒消毒水 确诊者足迹日日扩大 所有人严格防疫 一刻不得闲 附近新闻综合报道 陶器的群聚案持续的扩大 现在有医师也担心 最近有呼吸到症状的病人 也的确变多了 状况恐怕不大乐观 详细人员 叫你资深记者谈议论 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现在台湾的疫情 又似乎非常的紧绷 因为爆发了本土的确诊案例 正是在桃园机场的群聚 现在累积到了八人确诊 其中七人是清洁人员 还有一人是计程车司机 最近大家对Omcron 一定都不陌生 因为在全球 它传播的速度非常快 现在也确定进入到 台湾的社区了 但因为它属于轻症的症状比较多 所以大家对它的预防性 也稍稍没有这么警戒 但这就是它最可怕的地方 因为它会马上扩展到很多人 那当然它现在主要的症状 也带大家来分析 像是有咳嗽严重鼻塞 还有流鼻水 以及头痛 或者是可能合并身体酸痛 以及这个喉咙吞咽不舒服 还有比较严重的疲累虚弱等等 甚至有发烧的状况 但大家对于这些病症 应该都不陌生 因为它其实跟一般的感冒 也都差不多 所以这代表说 其实Omcron的主要病症出来之后 它跟一般感冒是相当难区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第一线的医生 这个台北市立的联合医院 中校院区的医师陈长宇 他就发现在一个上午的门诊 连续看了不少都是呼吸道的症状 他认为相当不妙 所以后来他也当机立断 说先不要看呼吸道的病患了 干脆直接去筛检比较快 因为如果Omcron进入到社区里头 一定可以提早的来进行察觉 那当然第三季的加强症 也被认为可以有效的预防 Omcron的入期 因为它可以加强细胞的免疫能力 也可以降低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另外担心的就是确诊的清洁工 连续五天到过歌友会 尽管没有参加跨年晚会 可是大家也看到 当天进场没有落实实联制 甚至除了报名名单 不少人是纠朋友跟家人一起参加 所以造成很多人都没有被造册 自行跑到社区筛检站 另外卫生局的异调五天足迹 也跟歌友会调查的三天 现在有落差 台上高歌唱的正嗨 台下大哥大姐双手举起来 跟着音乐摆 还有人激动到互相拥抱 放眼望去 大部分有戴口罩 但少数人脸上红红的 吃饭围炉 跨年晚会很热闹 同场地确诊清洁工曾经来过 参加跨年的会员 心慌急忙来采检 六号早上七点开放 截至下午四点 采检574人 来的会员都怕曾经接触 回想跨年晚会 做哪些防疫 前后都有消毒 可能倒数那个时候 比较嗨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 也会有人把口罩拿掉 进来的时候就没有再少一次 那个什么失联字 写名字啊 那后来的确我们成了 有点松懈了 然后我们办这场活动 就没有做这样子的 失联字 进场少了失联字 尽管晚会采报名字 但到场会员大约七百人 剩下的都是朋友相揪 有人没被造册通知 警觉性高 自己跑到社区筛检站 尽赏歌友会 知道这边有可以快晒就赶快来 跨年晚会当天就在歌友会里面的小巨蛋主办 不过造册的八百个人里面 除了会员之外 很多人还会席家带卷 或者是找朋友来 等于说报名跟实际参加的名单 多少有落差 歌友会跨年嗨唱 好险的是确诊清洁工没有参加 但卫生局一调 从十月二十九号就有足迹 到一月二号连续五天 管主调监视器 只看到跨年夜到二号 清洁工曾经出现 怎么有天数落差 卫生局说除了跟本人确认过 也有请警证单位调手机定位 他确实是有去那边五天的时间 那五天的时间的长短不一 确认者一月一号凌晨 到会馆打麻将待了三小时 尽管进场有戴口罩 但过程中是否脱下不确定 尤其和牌友都近距离 就怕病毒传播难掌落 TVB新闻中的年一节 黄建议小组桃源报道 欧文区容疫情除了在欧美四天之外 亚洲各国现在看起来好像也越来越不妙了 大陆这波本土疫情原本重灾区是在西安 可是现在河南的宇州也成为新的疫情热区 让河南省的新增确诊数首度超越陕西 宇州跟进西安开始封城 1260万人口的郑州也全民普筛 另外香港本土疫情也在扩散 连民政局长都被隔离了 现在是早上的10点左右 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南三环通站路附近的一个小区 今天一大早我们可以看到在该小区内的居民 已经开始排队做核酸检测了 河南郑州下着小雪 居民却一早就出来排队做检测 医护人员更早就起来做准备 为郑州1260万人口展开全员核酸检测 医护人员无奈再次动员 因为现在河南成了新的疫情热区 5号新增确诊病例超越了西安所在的陕西省 其中本土病例132例 包括河南64例 陕西63例 浙江5例 河南郑州查不出疫情源头 也成了西安之后中国大陆2022年第二个封锁的城市 一堆卡车司机滞留宇州 买不到饭差点断粮 只能靠当地民众自发接济 西安疫情虽然稍有趋缓 但封锁仍未解除 即将进入第三周 封锁期间乱象丛生 有民众没饭吃 出门买馒头 却被防疫封锁人员围殴 还有民众生病 却出不了门 去看医生 甚至有孕妇到了医院 却因为检验问题 无法进去 在外面苦等两个小时后流产 另外香港也爆发Omicron疫情 特首林郑月娥宣布 禁止来自美加等八国的航班两周 从周五开始禁止在餐厅内用餐至少两周 现在联名镇局长都因为参加派对 接触到Omicron确诊者必须隔离 今次有这么多位官员 在疫情严重 特别是Omicron进入社区之后 仍然是出席这些大型的聚会 我是感到身亡 病毒不仅伤害人体 长期隔离在医院中接受管控 不知道何时才能获得自由 也严重影响心理健康 Omicron变种病毒不仅造成 欧美确诊数旅创新高 现在亚洲也逃不过新变种的风暴 新加坡 泰国和印度 疫情也都在升温 各国政府严正以待 不希望看到疫情再现高峰 恶阻新一年的经济复苏 TVB的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Omicron肆虐全球 接下来的抗疫关键又是什么呢 专家最新看法再交给一轮 Omicron的新冠肺炎病毒 确实如同之前专家所预测的 它的传播速度非常快 因此可以看到这张图 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所做出来的新冠肺炎分布图 红色点点比较密集的是欧美国家 这些都是属于疫情 现在比较严重的地方 分析出来现在有2.9亿人是染疫 甚至有546万人是因为新冠肺炎而死亡 当然要打加强剂 很多人认为才能一劳永逸 但这样一直打下去是可以的吗 英国的科学家柏拉德则认为 不断的接种新冠加强针 不是一个好方法 因为会造成全球的全本难以附和 所以应该要正确的防疫 加强的照顾高危险的族群 维持医疗的量能 它的想法其实跟英国手上 Johnson是差不多的 因为他也认为 不应该强制的打第三剂 那他这个Plan B 就是要室内戴口罩 以及在家工作 而且不要用太严格的封城方式 那所以两个人是有一些共通的想法 那现在到底要怎么样脱离新冠肺炎呢 柏拉德也认为唯一的途径 就是所有人类都施打疫苗 但他这说法似乎也有点讽刺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在全球疫苗是相当的不平均 也就是穷国的人都打不到 但是有钱的国家都可以打第三剂 或是第四剂 全球很多国家都已经开始尝到 通货膨胀的苦果了 大家都感觉到荷包真的缩水了 土耳其上个月的通膨率 已经高达36% 创下19年来的新高 以马铃薯为例 这个月的价格比上个月 已经整整多出一倍 而美国跟英国通膨同样严重 专家就担心 欧美孔变种肆虐 阻碍物流畅通 通膨还会继续恶化 土耳其家庭主婦外出购物 只是逛了半天 购物的还是装不满 因为东西都太贵了 对那些购物也要快要吃了 但是我们这样 mucha购物 也可以吃了 现在我们来吃了 20海贵的大利贴 去年底土耳其总统姓氏淡淡说 要解决通膨和货币贬值的问题 但他使出的降息大法反而让情况变糟 今天2021年的货币 是36%的通膨率创下土耳其19年新高 而根据土耳其统计局数字 该国去年CPI平均增幅就高达19% 其中又以食品和交通涨幅最高 上涨43%和53% 但民众说现在连药物都快买不起 不只土耳其 全球很多国家都面临通膨的问题 而这主要是受到经济重启后 供需失衡以及供应链危机所导致 已开发国家中又以美国的通膨最严重 去年11月通膨率来到6.8% 加拿大则是4.7% 德国5.2% 英国也有5.1% 现在Omicron变种肆虐可能让情况再恶化 在美国就连热狗这类的平民美食价格都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 拜登认为这恐怕与肉品市场过度集中有关 拜登因此决定要斥资10亿美元打击肉品垄断 而在英国首相强生也因为通膨恶化被盯得满头包 英国去年曾因为缺卡车司机酿成油价飙涨 强生因此解释他就是怕危机重演悍然决定不封城 不过英国单日飙迫20万确诊经济运作很难不受影响 美国的情况恐怕也会雪上加霜 美国单日平均超过50万例导致检测剂也缺货 但民众无法及时筛检就不能安心办公 等于缺工的问题不论有没有封锁都是恶性循环 TVB新闻综合报道 由于Omicron传染力惊人造成了英法单日病例创新高 而法国总统马克宏相关疫苗政策恐怕也引发他自己的政治危机 再交给一轮 Omicron的变种病毒说他轻症几率比较高 但是他也迅速的让全球的确诊案例是飙升当中 而且都破纪录 从1月4号这天就可以看到 像英国已经破了20万 希腊则是超过5万例 那法国则是超过27万个确诊案例 那意大利则是破17万 这都是单日的确诊 所以也让大家觉得现在在欧美国家蛮危急的 尤其WHO也认为说大家都蛮轻乎Omicron 但是Omicron可能未来会在急剧扩散之下 成为一个更新更危险的变异病毒株产生 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讲过的 这个病毒株在不断的变异跟复制过程之中也会出错 那它可能就会形成另外一个新的变种病毒株 那当然要这样子来防范的话 就必须要来施打疫苗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是法国 他们已经超过27万在4号这天 他们就非常担心这会扩大 因此现在他们的总统马克宏就说了 那些为施打疫苗的人 他很想要来打扰他们 但这个中文翻译是用打扰 不过他原文是用法文讲一个比较粗俗的字眼 叫做找麻烦 也引发了各党议员的不满 认为他会身处在政治危机 毕竟在4月的时候就要总统大选了 那美国CDC这边则是对于这个Omicron 认为说接下来无症状或是轻症患者 只要隔离5加5就好 也就是隔离5天 那解隔之后再佩戴5天口罩即可 也让很多人很害怕引发强烈的批评 但他说这都是有科学数据的 因此你可以看到美国的CDC主任瓦伦斯基 就直接挑明的讲说 患者只要在隔离5天之后 用快筛试剂节隔离来使用 如果是阳性的话就带在家里5天 那如果是阴性的话就戴口罩5天 不过台湾跟不跟进呢 现在已经春节的7加7或是10加4 都引发这么强烈的抨击 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 中药产油国哈萨克因为政府取消 异化石油器价格上限 燃料价格飙涨引发暴动 数万人上街朝警方投掷爆裂物 甚至攻击总统关底 机场还一度被占领 最大城阿拉木图以及首都宣布紧急状态 俄罗斯也已经派出违和部队 协助评论 不明爆裂物从各方飞来 哈萨克的最大城市阿拉木图 混乱炉战场 数千人肉身冲撞震爆警察 十块棍棒齐飞 警察立刻开枪回击 高处看街头烟雾和闪光弹齐发 各行政机关大楼都成为民众泄愤的目标 群众会这么愤怒 就是因为从今年元旦起 哈萨克政府取消液化石油器的价格上限 导致燃料飙涨 产油国怎么会因为油价上涨而暴动 其实有多重原因 哈萨克是全球油价第九便宜的国家 一公升的汽油约为台币12.7块钱 而当地民众会选择的是更便宜的液化石油器 一公升不到台币4块 而液化石油器是常年在政府规范下以低价供应国内 产油厂则会用市价出口到各国弥补中间的价差损失 不过近两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出口下降 连带冲击哈萨克经济 再加上当地通膨暴增至9% 前两年推动的液化石油器全电子交易改革 又刚好在今年1月1号完成 一旦价格完全市场化后 马上就涨了约2到4倍 民怨炸锅 上街却变成暴动 多地断电断网 哈萨克内阁被逼的总词宣布紧急状态 延续独裁政权的现任总统托卡叶夫 却直接指控案情不单纯 按指美国生黑手 哈萨克的游历盟友 俄罗斯也加入呛下 但是被指控的白宫马上反击 再轰俄罗斯乱放假消息 而哈萨克确实也向俄罗斯求援 俄罗斯率领的维和部队要出动平乱 而这次的风暴还烧到了比特币 因为哈萨克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比特币挖矿重阵 这次暴动一停电断网 比特币的运算力大幅下降 闪崩至4万3千美元价位以下 也让比特币市场损失惨重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因此 明大铛